其實平時我在家都喜歡點香薰 但其實我對香薰的認識真的不多 所以今天我就請了香薰治療師Passie 來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 而且最近我在網上看到 香薰原來可以有消毒抗菌的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是的 那待會可以再講講給大家聽 Passie 香薰油真的可以殺菌嗎 可以的 因為本身精油裡面自己也有化學成分 例如有些分類的成分 或者一些氧化物在裡面 都可以做到抗菌的作用 那有沒有說哪些香薰油才可以抗菌 例如芬衣草 茶樹 天竺葵這些精油都可以 不過精油只不過可以做一個舒緩 還有一個輔助的工具去做一個預防 那我們可以怎樣用香薰來幫我們抗液 那待會我就教你做一個香薰的消毒噴霧 好 那就可以隨時都拿出家用了 那以下這些就是我們做的香薰消毒噴霧的工具 有香薰油和一些輔助的工具 那首先這裡我們有六款的香薰油 那你就要選三款 為什麼要選三款不可以只用一款的嗎 因為精油有個協同效應 那我們建議都是用兩至三種會最好 因為夾了就是產生隔協和效應 紋高效果會不同的 ok 我覺得很舒服 好 酒精我們會用75% 首先酒精的份量我們會放29ml 然後這個是水 那我們建議都是用蒸餾水比較好 因為就沒有雜質的成分在裡面 那這個就用1ml 用精油的份量就總共15滴 下的時候記得精油是45度斜斜的 慢慢一滴一滴 可以倒進去 那我們也要把它搖勻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shake 好像初奶瓶的方法 其實在這段抗疫的期間 都會可能影響很多情緒的問題 或者一些令到心情不太好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舒緩壓力的工作方 可以幫助到 這一個就是我們準備了的 做工作方的香粉的精油和工具 香粉油就不能直接在皮盤上使用 所以我們會先加上基礎油 我們會選擇了好好Bio 那這個的份量我們就要 下10ml 就是這裡 慢慢45度割 倒進去 其實可以塗這些太陽穴的地方按一下 可以舒緩一下頭皮的 蜆筋那種狀況 就是頭痛 想不想到頭都很緊 也可以塗這些蜜膜位 聞到香粉油 其實也有這些幫助 整天都做事打東西 其實這隻手都會很累的 放在手上 你可以按一下手 舒緩壓手部皮爐 還有其實我們現在用很多的 消毒酒精搓水 其實這些位置都會很乾的 也可以用來滋潤一下皮膚 我現在也想去買兩支香粉油 但我想問一下買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 最重要的 通常一支純正的香粉油 都會印上拉丁文名 因為其實是等於植物學名 最下面會印上拉丁文名 證明它是純千言的精油 那你記得要看這幾點 好啊 讓我下班馬上去買一支